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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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子安要跟胡堅爭總商的位置 我知道 但是跟你有什麼關係 是我在背後支持蔡子安投標的 他是我其中一隻棋子 是我叫他抬一箱一箱的金文珠寶去賄賂姚守正的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乾爹 胡堅可以成為全揚州最富有的人 就是因為他是總商 只要我有嚴隱在手 我一樣可以像他那樣享盡榮華富貴 是, 我是以權謀私 那又怎麼樣? 你這樣怎麼樣?全都是我自己清官 個個都是為民請民 有多少句說話是真的 根本朝廷上下這些東西都是貪官污離 上當年 我和你爹帶兵為剿 嚴囂 所有人貪生怕死, 刁頭就走 我們大難不死 到頭來我們得到甚麼 甚麼都沒有 所以我就跟自己說 我一定要保住這條命 我要有權有勢, 就一定要有銀兩 夠了, 我不想再聽 致遠, 你是我最親的人 你知不知道我為你做了多少事 你有今天 以為真是憑自己的真本事 沒有我不斷為你疏通 為你製造機會 幫你排除異己 到今天 你還是站在城樓站江的一個守城櫛 我一直有心栽培你 只可惜有道理你始終不明白 我也不需要你明白 你只需要好好幫我剿嚴囂 好好幫我闖一番大業 夠了, 你不需要再說了 我不會相信, 全部都不是真的 我離開我, 你怎麼還好 我告訴你, 我怎麼不想 我會這樣 我會這樣 我去吧 走 二少爺 勝雪 勝雪姑娘 二少爺,如果你不算出來的投票價 胡家一定會輸的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去過蔡子安府邸 我去過蔡子安府 爹 平先生,我叫人說鼻子了 勝雪姑娘叫他一起去開眼睛 你怎麼了? 那標書要寫歌 加還是減? 加 兒子,你一時一揚的 你明明寫好了,這樣… 就這樣嗎? 相信我吧 好 姚大人到 姚大人 各位老闆,請坐 今天是我們揚州鹽業總商會 開標的大日子 很高興大家踴躍參加 無論結果花落誰家也好 都對我們大清各父有所悲益的 實在令人高興 實在令人恩惠 是 清官大人,請你馬上開標,好嗎? 這麼急? 胡總… 可能叫你胡總之後 就沒機會再叫你胡總了 胡總 好,大家準備好之後 請把標書交給我們汪師爺 來吧 二少爺,我還是有點擔心 擔心我一定沒問題 好,我們開標吧 好,第一份標書 我們開的是… 蘇州的莫老闆,好嗎? 莫老闆出的價就是… 來,看看吧 一百萬兩,莫老闆 你真的想混水摸魚嗎? 真的 好,再看看杭州的錢老闆 看看是不是又是混水摸魚 錢老闆的是… 錢老闆像來摸蝦多 是… 錢多了,二百萬兩 不過,日洋都是陪襯的 濫於充數 然後呢? 大人,剩下兩封標書 你們揚州沒有人出標了嗎? 是… 那我先開蔡老闆,好嗎? 蔡老闆有點誠意 明天價是… 四百萬零一兩 太好了… 好,四百萬零一兩 這麼寧靜的 耀大人 現在剩下胡老闆一份標書 不如我們看看胡老闆有沒有機會連入 好… 好,開完最後這一封 就有最後的結果了 胡老闆就… 真是阿奇生阿奇 胡老闆出的標價是… 四百萬零一兩 沒可能… 真是峰迴路轉 胡老闆最後以百兩之微 贏了蔡老闆 贏了鹽葉總商這個位子 恭喜… 恭喜… 胡堅,你到底做了什麼? 蔡老闆,你何出錢? 成王敗靠,你別亂來 你們一定做個手腳 我沒可能輸的 你昨晚睡覺滾到床,撞到腦子 說話瘋不瘋不瘋 眾商那位不是我坐誰坐 你坐,木箱又是你坐 恭喜你連任成功 謝謝姚大人 恭喜… 我在法輪樓訂了酒席 大家一起喝一杯高興一下 好… 少爺,我偷看蔡子安標書的事 千萬不要告訴老爺 他這個人這麼衝動 萬一漏了口風就麻煩了 反而我擔心聶志遠不知道會不會 他救了你又怎會出賣你 勝雪,這次傳教你 二少爺,你別這麼說 我知道你為了這件事心力交稅 我沒什麼能幫你,我唯有這麼做的 你不要再為我冒險了 你有什麼事,我怎麼跟你爹娘交代 你別照自己的好功夫 不然就聶志遠了 二少爺,我們不要再提這個人了 少爺,我昨晚聽蔡子安說 他說已經知道胡堅的底牌 也就是說他有必勝的把握 你覺不覺得這件事很古怪? 我正正在想這件事 我們的投標價是四百萬兩 但蔡子安竟然零零零零多我們一兩人 為什麼他這麼兇有成重? 答案只有一個 就是他知道我們的投標價 但是為什麼他會知道四百萬兩 是我們出的價? 我們胡家有內鬼 你姑娘為人貪圖小利 三少爺只是擔於日落 四小姐就是見風洗利 只要大小姐… 二少爺,你會怎麼做? 記得小時候 姐姐和我一起跟老師走 其實姐姐比我聰明 只可惜她是女醫生 小姐,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處理 勝雪,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處理 如果讓爹知道 事情大了,他一定會趕姐姐走 蔡子安不是好人 這次坐不了總傷的位置 他一定不甘心 下次又不知道你和大小姐做什麼了 外面有人 小姐,你們別走 你放手 二少爺 大姐 姐姐,為什麼你要在外面偷聽? 如果我不偷聽 我怎麼知道你夾了外人來孫姐姐 你以為蔡子安會利用我做什麼? 你以為我會去她家嗎? 那你就更應該坦白 是不是你偷看過那份標書? 是不是你把我們的抵架 告訴蔡子安? 沒有 姐姐,我只是想幫你 但是為什麼到這一刻 你還不敢坦白? 庭軒,為什麼你要聽這個女人疏擺? 你說你什麼用心? 為什麼你會挑過離間? 我說的是事實 事實是你別有用心 我對得住天地良心 我也沒有萬末良心 大小姐,你不用這麼兇 我心碎很清的 怎麼會這麼巧投票前一晚有賊子進來 所有人都走出後院 自從你進來胡家之後 就發生了很多事 說不定是你出賣胡家的 夠了 你對蔡子安的感情我明白了 你怨恨爹,我也理解了 但是這件事關乎我們胡家的存亡 你有沒有想過你出賣爹 後果有多嚴重 如果你能迷途知返 我一定不會告訴爹 好,你口口聲聲說我出賣爹 那證據呢? 我真金不怕紅爐火? 事實是怎麼樣? 你自己心智同明 如果是我猜錯,我向你道歉 但是如果讓我發現 任何人出賣胡家 我一定不會放過他 亭軒,你怎麼說我不介意 我受的委屈已經夠多 不想再委屈這一次 算了,娘說過的 食遍天地嚴好,酒遍天涵良好 總有一天,達小姐會知道 自己家裡才是最好的 聖書,幫我留意姐姐的日間多 是否你出賣我? 沒有 昨天的投標,蔡子安輸了 胡堅似乎知道蔡子安出的投標價 那晚是你潛入蔡子安的府邸 就算是事有籌考 投標價也不應該這麼接近 我已經摸清楚胡堅的底牌 明天就可以看看死路鬼捏出醜 你笑什麼? 我笑替人頭者,人亦替之 致遠,我只是想知道答案 好,我就最後再答你一次 沒有,我沒有偷看過這份標書 但是我看到你的為人 我從來都不會對你說謊 但我也不會讓人去理會 乾爹,我為人是怎樣你最清楚 不過,你不要再為了得到利益而不擇手段 收手吧,我怕你遲早會出事 榮華富貴對你來說是否真的這麼重要 那什麼才是最重要 我臨死前還可以跟自己說一句 是否是我問心無愧 想不到我屠英龍十幾年來費盡心機 竟然搞出一個這樣的大蠢材 這個世道是怎樣 你沒眼看沒意聽的嗎? 你真的可以說一句問心無愧嗎? 你乾爹我以權謀私 你可以獨善其身嗎? 我從來都沒有行差答錯 你吃腳、穿腳、住腳 全部都是我貪裝枉髮得回來的人 物以類罪,人以群分 我和你爹都是同一類人 什麼清官,什麼衛國捐軀 全部都是杜渣出來 讓你倆無恥可以冠冕堂皇做人 否則,早就被前庭斬頭了 你說謊了? 我爹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好人 我不准你再誣蔑他 我以後也不會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的 儘管回去問問你娘 那你就會知道 問心無愧這四個字 在你口裡說出來是多麼無知 少爺,你來找老闆娘嗎? 是 少爺來找老闆娘 我自己去找她就行了 少爺,你這個追到什麼流血? 我拿東西來找你玩 你不知道 他現在到期不還錢就跟我說帳 那我就要生小孩了 生小孩,生小孩嗎? 生小孩不用還錢嗎? 那個是善堂 好心裡有錢 你別這麼難倒了 這個夠猶自取,沒得說 超,給我帶你回家 看有沒有把錢藏在那裡 沒有 你搞不好 兒子 兒子 你…兩個老闆娘 cut惱了,知道嗎? 還給你買錢,他替你不客氣 兒子抓住我 給我 志遠, 慢點, 沒氣了 你為什麼要放鬆? 我知道你不喜歡做什麼旁門左道的事 我開帳藥店的放鬆也為了你 為了我? 我什麼時候叫過你放鬆? 那我叫過你不要當緝師, 你又不聽我說 我說, 我也不看你升官, 我看你發財 娘一個人吃得多, 穿得多 我們欺負心, 還不是給你 我什麼時候說她要這麼多錢? 放鬆犯法的娘 你不要讓那些官子就不是犯法 穿了就塞些銀子過去疏通疏通就行了 什麼時候的娘, 你也變成滿口歪理 你犯法犯得你直氣壯 你別說我殺人放鬆才行 我都方便大家 我這叫菩薩心才, 我普道眾心 兒子, 我真是點醒你 你再這樣下去真是不行的 早就像上次這樣 我帶你去胡夫的相親 你又不領情了 你儲了人四小姐就好了 你當了胡家的女婿 胡老爺只給你幾百口鹽售賣 你又發財了, 收竹鹽稠, 拿命幫你浪費氣 還有你, 乾爹他呢 乾爹他是不是一直都有貪污的 你有沒有收他的髒錢? 有 那就是說 乾爹說的那些全部都是真的? 我沒收過, 我在這麼大間鋪得給你住 兒子, 你說得對我們是恩仲如山的 不只他, 我們兩個早已經橫屍街頭了 我就是知道你的人忠忠直直 絕對不會走捷徑 所以我才不是說你鋪定後路 人親, 你告訴我 爹是不是談判 爹是不是貪官? 二零, 你說完了嗎? 爹是不是貪官? 我告訴你, 你爹絕對不是貪官 他只不過會看風洗你 無論在外面做甚麼都好 他變成我最好的長輩, 是你最好的爹 夠了… 我不想再有我聽過了 娘, 你沒錯, 乾爹沒錯 爹也沒錯, 你說我沒錯, 我錯 爹, 做人為什麼要貪? 就算被你貪得金山民窮回來又如何? 到最後灰匪煙滅 我又是甚麼都帶不走 那為什麼要貪? 為什麼? 每天早上都是這樣的饅頭花卷 吃得很嚴重 不, 饅頭很香, 很美味 你吃慣生草藥的知道甚麼嗎? 撕一塊肥油火腿下去, 更香 但你年紀大, 不應該吃這麼肥膩 好了, 哈利, 我剛剛四十出頭 好, 大早就在那裡吵圈八糟 吃七安六飯, 行不行? 庭輝, 吃完早點還沒睡醒 行… 他呀, 有哪一天不是睡到日上三竿 大姐姐 大姐姐, 你不是說今天要去辦 一些糧牛雜貨嗎? 那要不要列張清單給你過目 我怕你多東西拿, 又多東西買 打算找個人幫忙 星雪, 稍後你陪大家去買東西 不用出店了 好, 走 撞鬼了 老闆做美一點, 好的 老闆以為你的衣服嗎? 好… 你認不認得他們? 上次亭輝帶過他們回家的 以翠樓那頂夜 老闆 是 我的衣服做好了嗎? 就行了 撕破它, 不要了 原來你這裡什麼人的生意都做 我不想跟那些低三下四的人 穿同一款衣服 你說哪個低三下四? 別多事了 人賤, 連嘴巴也一樣賤 姑姐, 亭姨, 我們走 為甚麼要是我們走? 老闆, 如果你不想失去我們 胡家這個大客的話 就最好快快趕快趕去飛鋒走秀 雞鴨鵝走 你們別這樣了 其實老闆打開門做生意 每個人都可以買東西 我們不要這麼霸道 算了, 我們還是走 我們不用怕他 一個寡婦, 一個氣婦, 一個潑婦 老闆, 你馬上跟我說他們走 還有, 以後不准做他們的生意 那…那怎麼辦? 大小姐, 一件衣服而已 無謂弄成這樣 何時輪到你說話? 走, 甚麼菜都被你拿走了 快走, 快走 姑娘, 小心 女性碎, 你很大膽, 撞掉我 姑姐,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很痛 第四 很痛 你有沒有過分一點?你也很毒 對, 姑姐幾十歲的人 是她想弄掉別人的 你不要亂說, 你哪隻眼睛看到 那你現在有沒有事? 我現在躺著腰骨, 弄著腳 你說有沒有事?甚麼我看大夫 勝雪, 那麻煩你甚麼姑姑去看大夫 我?那你們呢? 你這麼大力, 一個人都可以 很痛 快點… 快點, 撐低一點 你說姑姑這麼重, 看她怎麼樣? 姐姐, 不如我們去百輪樓吃點東西 不要了, 你回去看看姑姑怎麼樣 不要了, 姐姐 我叫你去就去吧, 那你去哪裡? 我自己去裝火就行了, 去吧 你不要再弄好嗎?我快揹不住了 老鼠, 這麼大隻過街老鼠 老大, 你在哪裡?老鼠 老鼠… 你只是拿下來 又是這種壞東西, 是不是搞鬼? 甚麼?過街老鼠人人哭打 沒甚麼不妥 你… 李宇姑娘, 沒事吧? 再跟你說話, 又是我的身分 走吧, 走時半步腳都怕貶利 沒事了 你怎麼知道他炸帝? 我看他陰陰嘴笑, 兩腳搖搖就知道 你的手沒事吧? 沒有, 不過他太重了, 我扭傷了 我有瓶家傳的鐵打酒, 我替你擦吧 好 原來你們寄居胡家的客人 難怪沒見過你了 其實我見過你了 上次三少爺招呼你們來胡家玩 那次真的失禮了 勝雪姑娘, 請用茶點吧 勞煩了, 可以了, 謝謝 映月, 姚老闆那邊 昨天洗人送了花煎過來請你出局 虛了他, 說我不舒服 今晚三少爺可能會來 拜託你了, 映月 你守了那隻三少爺這麼久 一點眉目都沒有 我破你癡心害明月, 明月照溝渠而已 先出去吧 真的沒有你收 原來你對三少爺... 其實三少爺對我很好 我自己是甚麼人, 甚麼出身 我有自知之明 映月, 怎麼這麼癡心妄想 怪不得了 原來偷看標書是另有其人 不是勝雪還有誰 真是怎麼算也算不上 竟然會殺出這個情厚金 平映已經對我起了疑心 我想我們以後見面也沒那麼容易 出人有聲 誰 誰 平映 平映, 我都覺得你最近很古怪 但沒想到你和蔡志安在一起 我和你姐姐根本應該在一起 平映, 我和你姐姐受過多少苦 你應該很清楚 但你們現在這樣偶斷思念 你還騙爹 知道, 神放過你們了 只要你不說, 還有誰會知道 平映, 求你幫我保守秘密 雖然我跟你不是同一塊梁山 但姐姐一直都很疼你 爹一直都當我們是弟弟 你有眼見的 我求你幫幫我吧 天都還沒抹齊, 你喝到罪婚 拿來… 你什麼事? 你看, 平映謙 三少爺 老三, 我走 小玉 胡三少爺回房間 順便叫人清理這裡 賠婚給我 二少爺, 你沒事吧 嫖倒喝醉, 他差不多全部都齊了 三少爺不是一向都齊嗎 或許是我傻 整天妄想亭廢會生性 出去鹽棧學校打理生意 可以令我安心一點, 怎麼知道 怎麼樣?是不是被姐姐賣掉了 二少爺怎麼知道 你甚麼都在額頭上 我神機妙算就知道了 你猜大小姐會不會去見蔡子安 我想這件事既然被我拆穿了 她應該會懂得避忌 不過無論如何 我也想給大家一個機會 又甚麼事? 放心吧, 萬大事有我 我把老公補過, 別扣我公錢了 三少爺, 忍著撐腳 小玉, 知道嗎? 全那位小妹, 你是最溫柔的 三少爺, 你別這樣 你笑得上又甜 越大越漂亮, 越打越白正 我可以這樣 嫁給三少爺, 像青少爺 任聰 不要... 你怎麼說? 小玉, 我希望你 不要 不要, 為甚麼不讓我嫁她 我們走吧 任聰 小玉, 你怎麼打我?小玉 二少爺 阿廣, 爹 程軒 怎麼只有你一個?勝雪呢? 他再幫我撿藥 看你這麼開心, 以為你撿到金 原來你撿到心 你又來了 老爺是不是要吃金? 是 爹, 豬掌櫃這些就是他撿到金 豬掌櫃 這麼好笑, 笑甚麼? 沒有, 我買了一雙耳環送給女人 聽過我買耳環的老闆說 這雙耳環精雕細雕, 獨一無二 你們看, 那雙花多漂亮 真是挺精緻 對, 女人看見這種東西 眼睛會發光 老虎也變小綿羊 可不可以先讓給亭軒? 讓給我?我要一雙耳環來幹甚麼 當然是我來送給人 難道我來帶甚麼 如果總是有這些 這麼便宜、這麼漂亮的玉環 真的很好 是呀 走 麻煩 對不起 那晚的事, 我要跟你說謝謝 勝雪 對不起 夠了 你想說甚麼 過去我可能做了很多錯事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又或許我根本 連對同錯都不會睡 我根本不明白你說甚麼 不過無論如何 就算你幫過我 我依然不想見到你 謝謝 我手差不多康復了 平藥酒還給你 那我豈不是好處 我出藥酒, 你請我吃飯 還有一桌菜, 怎麼吃得了? 甚麼話 難得你賞臉 我爹教了 人家敬我一尺 我要敬人一丈 我爹也說過要禮償往來 小小心意, 你收了它 這是甚麼 耳環? 喜歡嗎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這種耳環? 我們算是心靈相通吧 和我心靈相通沒用 最重要是找到一個 和你心有靈犀的人 人月亮團圓, 你說多好 小姐, 你看看 三少爺在那邊 到了, 門司董 三少爺, 三少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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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雪, 勝雪 你沒事吧? 眼睛定定的 沒事吧? 越有盈虧, 都常可推測 越圓越缺 人心頗差, 好人懷人 真是難以觸摸 看來小姐的心已經到了三少爺 映月, 你請先走吧 映月下次再跟你聊過, 喝過 喝多一點, 喝多杯 映月正在來 正在來, 甚麼時候到 平輝, 就說就到了, 映月 等了你很久了 坐下…我真是牽牆掛到 你走了哪兒 我的五床六虎都戀了龍龍 你, 我就是千山一把油嘴 聶公子多喝一杯, 你好喝的 聶公子, 欺客 這種東西, 不是我灌醉她 我怎麼能抬她來 喝吧… 你看她的樣子, 像是走入壽場 我都說映月最善解仁義 這塊木頭的嘴巴 叫也不開 我要用映月的溫柔香 替我安慰一下她 好, 你說清楚一點 致遠就是我肝膽相照的好兄弟 我當然要我最好的東西來招呼她 映月, 你扶她回房 不如由我、末里、紫蘇陪聶公子 就可以了 我今晚要聞一下末里 和紫蘇的香味 平輝, 你真的很想我招呼聶公子 春小虎, 你別這麼囉嗦, 行嗎? 走吧 好, 你說怎麼樣 小方, 伏聶公子就回房間 慢慢走, 看路… 別整理她, 小心點 伏聶公子回房間, 我們也回房間 走吧 我怎麼不在這裡? 映月姑娘 我不是有甚麼冒犯嗎? 你冷醉如賴, 甚麼都沒做過 聶公子, 你真是個靜人君子 世間少有 我只是一次感觸而已 我這種青樓女子賣笑形生的 眼淚根本一文不值 對了, 亭輝呢 他不是叫你服侍我吧 聶公子, 我想問 如果你愛一個人 你會不會叫他服侍別人 如果真心愛一個人 我只會珍惜他, 保護他 你知不知道 我今天覺得被亭輝出賣 一直以來 我也奢望他對我有一絲感情 我就夠了 打到頭來 原來他對我和所有青樓女子 根本毫無分辨 喜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眷戀不捨, 本來只有痛苦 但公子本來尋歡, 結果聽我訴苦 沒問題 反正我自己也來足心合 好嗎? 映月姑娘, 如果你能夠抽身 就及了為自己幸福著想 你是一個好女子 煙花之地, 不可舊樓 看來我有多一位好朋友 那你這位好朋友要告辭 萬恆 你的好友好 何悟 列公子, 你怎麼會叫你 聖約 你怎麼這麼早走呢? 五娘 幫我答應廖老闆吧 對呀, 我也說那個廖老闆 有多過三少爺聲聲聲聲 美意 他開籌斷莊的, 身家有後 有,雖然已經有個證室 不過聽說蛋也生不了一隻 你嫁進去做妾侍 只要生生生生生爭氣 下半世一定不用休 能賣回來就能送出去 你買的,你送吧 你這個臭小子 爹也是為了你著想的 總之我自己有分數 看你也沒膽子了 爹,別再想,我就幫你送 不要 別激怒我,我餓得很餓 行,行… 二少爺,你有沒有事? 我沒事,你呢? 我沒事,我真的沒遇到你 你以為二少爺會做的嗎? 一遇就散了 我的耳環呢? 耳環呢? 是呀,有人送的 其實不是你想這樣的 是就是我買的 不過我沒想要送的 我不是說你不能送的 只不過有甚麼誤會就不好了 總之是爹的自把自毀 爹說甚麼你不用管 純粹是禮物一份,沒甚麼特別意思 二少爺,我想你誤會了 我這個耳環是另外一個朋友送的 甚麼?不是爹送的嗎? 我不是,那就沒事了 都晚了,不碰你又吃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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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兇的男人,真是世間少有 一晚不去哪兒了? 來吧,吃早點吧 你回來了嗎? 你怎麼不舒服? 你說 這麼大夢的酒槌,這麼多酒做甚麼 瓜仔,起來吧 你乾爹昨晚坐了一整晚 今天早就過來找你 起來,跟乾爹聊幾句 我要早點給你吃 偷看彪書的是另有其人 不關你的事,乾爹錯怪了你 你的心情我很明白 不過說話我已經說完了 與其喝酒去逃避 倒不如接受事實 緝私刑你又不回來了 對我有秘而不見 你想怎麼樣? 你究竟想做男人大丈夫 還是縮頭烏龜? 男人大丈夫,男人大丈夫 男人大丈夫 就應該是忠肝義膽 光明磊落,侄惡如仇 好可惜,我和你都不一樣 我是一個大蠢才 你是一個魏君子 如果要我做一個飽糟白眼,家徒四壁 窮足一輩子的大丈夫 我們已經做一個有財有勢 大富大貴的魏君子 你真是沒錢就沒好人 財可通仇 廢話 我是你乾爹 我做的事都是為你好 三天之後 你依依封信的指示 帶他去剿滅監宅 到時候會有人接應你 浪費了,我不會去 你已經沒得選擇了,你一定要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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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 私情 哎 我好 答 всех 謝謝 我想 我是請 我想 爱从心里灭泰